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犹如火上添油 双方再次相互指控对方 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 故意冲撞对方的船 这是两国近一个月以来 爆发的第五次冲突 菲律宾海岸卫队声称 中国海警船先冲撞他们的船 不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中国反指控 菲律宾船只才是罪魁祸首 试图从先兵礁启蒙之后 蓄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 中国海警发言人刘德军发文告 促请菲律宾认清事实 并撤离有关的海域 否则后果自负 中国誓言会捍卫自家主权和海事权益 重费定应该捍卫自家主使人赛 偷益